好 我們幾天帶你來關心全球焦點 尾巴戰爭 這是國家恐怖主義嗎 以色列準備要使用國際法上禁止使用的白鈴彈 來轟炸加薩 釀平民死傷 現在已經打成這樣了 國際法禁止的白鈴彈 他們也用了 不是 你上面是問號 其實我是覺得以色列 他其實不需要用到白鈴彈 因為我一早就說過 這不是真正的戰爭 這不是 那白鈴彈是什麼 為什麼國際法禁用 為什麼外界揣測以色列有可能會動用 因為他是殺傷力極大的 鈴 你沒辦法 那個鈴一丟下來 你沒辦法滅火的 那個火是沒辦法滅的 就是你這個男女老趙一律死亡 所以那個叫白鈴彈 我一早就說過 這不是真正的戰爭 這不是 那白鈴彈是什麼 為什麼國際法禁用 為什麼外界揣測以色列有可能會動用 因為他是殺傷力極大的 鈴 你沒辦法 那個鈴一丟下來 你沒辦法滅火的 那個火是沒辦法滅的 就是你這個男女老趙一律死亡 所以那個叫白鈴彈 好 我覺得白鈴彈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這個哈馬斯 他是地方武裝力量 他大概頂多頂多 算他最多 他只有一萬人而已 現在以色列是集結了三十萬人 而且動用了 三十六萬人 三十六萬人 而且動用了一切精銳的武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幾天的新的戰場上面的戰士 你看不到什麼哈馬斯的戰士出來 你看不到的 現在以色列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以色列的總理已經下了解除全面的戰爭限制 這什麼意思 其實以色列的總理是下了全面格殺令 全面格殺令 就是說他告訴他的軍人 你就放手去做吧 我們看到這兩天 是只有殲滅 殲滅 掃蕩 追擊 封鎖 斷水 斷水 早就是封鎖了 封鎖圍起來了以後 做這三件事情 殲滅 掃蕩 追擊 這跟我們看那個俄武戰爭 那個正式戰爭完全不一樣 正式戰爭 所以還有那個陣地戰 雙方的兵 大家都是戴鋼盔 穿好的武裝 大家打來打去 或是裝甲車 坦克車的對決 或是戰鬥機 直升機的對決 這個戰爭哪有啊 哈馬斯哪有這些東西啊 它是地方武裝力量 它只有一萬人 歡迎就來就說趙老師的說法 恩物戰爭我們看的是 我們在電影院看那種戰爭片 但是呢 尾巴戰爭是007片 它是透過全面格殺令 而且透過非正常管道 它要全面式的殲滅 那這就讓我想到什麼 想到以色列非常厲害的情報局 叫做摩薩德 因為摩薩德曾經發生過 黑色九月虐殺世界 當時很多還拍過電影 他們下的就是全面格殺令 是的 以色列的這個摩薩德 赫赫有名 他是全球三大情報機構之一 全球哪三大情報機構 很簡單 美國的CIA 俄國的以前的KGB 加以色列的摩薩德 所以他是跟CIA並列的 並列的赫赫有名 簡單的說了 因為全世界的猶太人都在幫助他 那我講完了 你就知道他這厲害了 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是摩薩德的一環 講完了 那我第一個 我不認為這一次是摩薩德的 他的情報司令 第一時間大家都這麼說 不是 就是說他沒有掌握到 他怎麼讓他同行 他掌握到了 是因為情報的作為 是分收集情報的 提供情報的 是情報組織 下判斷下決策的是領導人 領導人認為 領導人輕呼了 輕呼了 他知道有這些事情 有那麼多火箭彈 可是因為過去兩年 這個以色列都在跟摩薩德 還有跟周邊所有的阿拉伯國家 和解的過程中 所以認為 那我可憐對吧 對 不會發生 我們在何談 那我們來講摩薩德的事跡 摩薩德為什麼赫赫有名 為什麼能夠並列為 全球三大情報機構呢 最主要是因為 他曾經發生過一起 黑色九月事件 1972年慕尼黑奧運 結果呢 當時叫巴勒斯坦 解放組織進去暗殺 選手村去暗殺 去綁架 那以色列的奧運選手 後來呢 當然在解救的過程中 整個以色列的奧運選手 全部陣亡 全部死了 那個時候 其實摩薩德就已經下達了 應該也是以色列總理 當時的 全面追殺力 不是 全球追殺力 又不一樣 全球追殺力 所以說摩薩德花了 大概兩年到三年的時間 派出他的殺手 到全世界去找這些當年有參與策劃黑色九月的這些巴勒斯坦的成員 在遍及整個歐洲 那個電影黑色九月有沒有 有演得很清楚 可是我要強調了 這一場那個全 這個全球追殺令 其實總共延續了到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七年 所有參與的人 真的都被他們殺光了嗎 殺光了 後面還有互相報復 就是說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會報復 所以一九七七年就劫持了 載有以色列人的 德國的那個漢沙航空公司的飛機 這另外一個故事 我要講的是今天 所以我完全可想而知 哈馬斯 能跑哈馬斯的頭目 能跑的能躲的早就跑早就躲了 你現在在待在加沙走廊 摩薩德 他不是 他被斬首而已 他有他的基本功 他早就知道你們這些人是在加沙走廊的哪裡 所以你看一開始的前兩天就已經幹掉了三個 哈馬斯的頭目 對不對 是 其他都要跑了 就要天涯地角的長 然後呢 上瓊碧落下黃泉 後面的兩年到三年 我完全可以判斷摩薩德 他不是 他有基本 就被斬首而已 他有他的基本功 他早就知道你們這些人是在加沙走廊的哪裡 所以你看一開始的前兩天 就已經幹掉了三個哈馬斯的頭目 對不對 是 其他都要跑了 就要天涯地角的長 然後呢 上瓊碧落下黃泉 後面的兩年到三年 我完全可以判斷第二次的全球追殺令 摩薩德已經下達了